大家好,今天小编和农村老家的父母一起来到了青岛的一处鱼岗码头 老板就了,鸭片了,鸭片 还烫油,还烫油 咱们在喝肉,咱们不吃不吃 没有吃,没有吃,没有吃 螃蟹,螃蟹,便宜都给你饶了 有点烫油,那是烫油,那是烫油,那是烫油 那烫油,吃的油没烫油 便宜点 便宜,那么安装买五十五,那么清早五十还不够便宜 四十吧 那是不肯,咱们怎么这么点货,咱们怎么这么多钱 五十 一锦,哪一锦 四十两给给你拿着了 你不可以 行吗 不可以 那是把你轻的开车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最终小编和渔民以四十八元一斤的价格 买下了这些老板鱼 这个坏的和老板鱼 这个坏的和老板鱼 都坏的,撑撑撑 最后小编又以十八元一斤的价格买了一些小沙板 回去吃个点片,你给我看这边还漂亮 来,三十七快包,三十七 三十? 那是我吧 那是我不没 那是我不没 那是大鱼 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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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看大鱼了,走吧 好 这些当天出海当天回来的渔船带回来的海鲜是不是非常的新鲜呢? 小编当天中午就准备和家中的老人分享一下 然后剩下的放进冰箱里保存 就看起来 最后期再见 了